如果想要终结这场疫情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英国 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德国 现在的欧洲 人家已经开始半解封慢慢解封 朝着解封之路再往前 我们还在朝着 天哪 到底要不要买3000万剂疫苗 在立法院 还没有办法达成共事 国民党现在提案 8月31号前 我们要不要进口3000万剂的疫苗 结果呢没想到 就在立法院 民进党以多数的优势呢 否决掉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疫苗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来呢 国民党直接说了一个很重的话 我们不能一直等人家捐吧 我们还要等谁捐给我们呢 今天美国跟莫德纳 今天日本给我们AZ 难道我们自己有钱都买不到 就要靠别人捐别人的施舍吗 日本人不要打的AZ 然后给台湾打吗 今天呢 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总召 柯建民说 他说的这句话 我相信我们今天的议员委员 他们的执行长一定有话要说 立法院修会了 也看到国民党的末路 还呛说国民党是百年一见的走钟 自己买不到疫苗 现在呢开始转换风向 向国民党走钟 对因为其实我认识柯建民 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 他讲话可能逻辑上不是这么清楚 所以我一直怀疑说 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前天晚上宿醉还没有醒 或者是因为他跟我们活在一个不一样的平行时空里头 因为事实上国民党在立法院被封杀掉的 这个几个重要的提案 我相信都是为了捍卫台湾人民知道的权力 我们有权利去知道三加十一政策是怎么更改的 我们有权利去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疫苗的采购会出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有权利去知道 我们的国产疫苗是怎么通过这个EUA的 我们也有权利知道的是 民进党政府究竟有没有包庇 纵容我们的这个国有的疫苗的这些业者 这些都是台湾人民知道的权利 而国民党提出了这些提案 一个一个的被民进党以多数的人数来把它封杀掉 其实坦白讲 反对有的时候就是代表一种表态 我们希望知道真相是什么 民进党以为说因为他们的人数多数 就可以用这个绝对优势的方式来封杀这些提案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 当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反对这种提案的时候 其实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所以其实民进党一直在讲说 柯建民说 像国民党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走宗的政党 我倒觉得我们如果看到 现在本土疫情爆发到如今的状况 已经上万名的民众确诊 然后将近550位民众往生 这样的一个成绩单 如果能够摆在台面下 台面上让大家来看一看的话 我不晓得柯建民会不会觉得 民进党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走宗的执政党 有史以来台湾最烂的执政党 大概也就这样了 那么能够把我们原本的这个疫情的模范生 最后变成疫情的后段班 这也是只有民进党才能够做出来的手笔 那么更不要讲说 今天民进党在立法院里头封杀的提案里头 其中刚才易征讲到的那一项 说在8月31号以前进口3000万剂的疫苗 这真的很困难吗 我帮大家回想一下 苏贞昌跟我们保证的 国外采购疫苗在第二剂 就已经可以到货2000万剂了 也就是说如果苏贞昌说的真的都做到了 其实在6月30号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已经有2000万剂了 国民党只不过是要求 从6月30号到8月31号 这两个月再多买1000万剂 这到底有什么难的事情 为什么连这样一个简单的提案 你民进党都要封杀呢 所以显然民进党心中并没有台湾人民 民进党心中只有政治算计 只要是国民党提出来的 不管什么无论如何都先全面封杀 这就是民进党现在的态度跟做法 但是当民进党心中只有政治算计的时候 被牺牲掉的 就是我们可怜台湾人民的健康跟安全 但是其实陈时中之前才说呢 希望疫苗到货的目标是8月底1000万剂 我就觉得很看不出来啊 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有办法 8月底到货1000万除非又有谁要捐 我们又不知道除非又有谁要捐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我要请教议员的部分了 普发纾困金的部分 国民党提呢要不要普发1万 但是呢现在民进党就说 普发需要2300亿 当然我觉得呢我们可以 国土民情不同 我们可以有我们方式的普发嘛 你要知道哦 这个纾困金不是每个人都拿得到哦 有的人比如说如果他是街头艺人的话 他今天拿到这纾困金吗 他没有加入工会 他是完完全全不能 但是他可能 他可能是靠着他街头艺人这笔钱 或者是有一些钢琴老师 有一些人 据我所知我身边就有很多人 他们原本薪水就不高哦 每个月就是两三万块钱的薪水 现在呢因为很多 活动没有了嘛 你刚刚才我们的议员也讲到了 很多地方也不能去嘛 但是哦他们没有办法拿到这一笔救济金 所以今天呢普发1万 到底有没有需要呢 虽然说这笔钱 可哲明说2300亿 这个没有办法纾困百业百公啦 你买疫苗钱也没有了 这不是挡疫苗 这是什么才是挡疫苗 今天我们疫苗也没有 我们今天纾困金也不是人人都请得到 请问我们有什么 除了自己靠自己之外 还有什么呢 宏威议员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纾困的4.0 它编列2600亿 其实它的这个金额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当然它这个整个的纾困的内容里面 不管是对于劳工的劳工纾困纾困贷款 或者是针对一些自营业者 就是说你没有雇主的自营业者的这个纾困 它都有一些门槛 那它这些门槛呢会造成什么呢 就造成所谓的纾困孤儿 刚才一真讲说有些街头艺人 他也是因为受到这样的影响 你不要什么街头艺人 现在反正都不能群聚 所以你街头艺人你站在马路上 也没有任何的收入可言 所以像这一群人 他就是属于所谓的他的一个纾困孤儿 其实新华在这边 因为像上个礼拜 我们的智库其实做了一个调查 也就是说这一次 它的整个的涵盖量 事实上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在这一次的疫情 受到影响的百工百业 都能够得到纾困 那比如说我刚刚讲就说 你今天要做一个什么劳工纾困贷款 你要什么你的年收入 要什么证明是40.8万以下 假设很不信你41万 你是不是就纾困孤儿 那你可能你这41万 你可能上有老母下有小孩 你搞不好还有房贷车贷 本来都要还的啊 你不能说这些人 反正你在40万8千以上 那你就给我闭嘴 不是啊 因为他本来正常的收入 正常生活 还有本来就要花的这些开销 他一下子因为整个疫情的影响 我们刚讲很多的行业 通通都不能够营业 没有收入 他只能靠纾困吗 我来补充一个数字啊 国民党做了一份民调 百分之52的民众呢 是赞成发这1万现金 而且我们台湾也不是第一个要来普发的 美国怎么发的 美国 日本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在去年的时候 人家都有示范给你看好不好 这个不是这一次台湾 这一次或者国民党党团 所创新的一个概念 而且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应该普发这个现金 来为民众纾困的话 我请问一下 去年的美国 去年的日本 去年的新加坡 去年的香港政府 他们都是笨蛋是不是 他们都是笨蛋 他们都不会纾困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对于整个的纾困的办法 我们容易可以去讨论 我真的觉得是可以去讨论 但是刚才讲就是 因为新华在智库他非常清楚 也就是依珍说的 超过五成的民众认为应该普发现金 赞成普发现金 而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多的纾困孤儿 确实是有啊 我刚讲了这么多 更不要说有些什么代课的老师啊 代工的一些这个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申请纾困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柯建民你还有脸去发脸书了 你们全部的民进党的立委 你党多少啊 你不是只有党纾困的贷款 你连三加十一的会议记录 你还党这种应该要公开透明的一个会议记录 你还党什么呢 追查假新闻 对不对 而且还不是说会议记录消失喔 是直接跟你讲没有 从头到尾都没有 所以也没有消失这件事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 怎么会有一个立法院的立院党团自己阉割成这样子 把护航行政院到这种地步 你可以护航陈时中去护航你这个范云到这样的地步 一个这么重要决策的会议记录都没有 那今天党团说希望能够公开你们还党 所以我觉得柯建民真是是 我真的觉得很无耻欸 你还好意思说 哎呀国民党百年一见的走踪 你们是百年一见的无耻啊 百年一见的这个这个专制啊 百年一见的这个黑箱啊 什么都党 所有通通都要黑箱 包含这次这里面提出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国产疫苗 你的EUA也就是你要打进这么多人戈背里面 你看AZ死了多少人 那我们支持国产疫苗 AZ已经是国家很多国家都在打哦 现在呢世卫组织也认证的一支疫苗 都已经打到让大家心惊惊惊 现在这一支医院要讲的高端 我要特别讲就是说我们对于国产疫苗 我们愿意支持 但是你要去发一个紧急授权 当你发紧急授权的时候 他就让你打到 我们人民的手背上去了 就可能跟我们的人命 跟我们的健康 跟我们的安全有直接的影响 那就要求说 这个你的EUA的整个审查 能够直播透明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我刚讲 整个的就直接发现金 美国就直接发现金 美国不是爸爸吗 美国不是老大哥吗 美国能做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 所以美国可以普发现金 我们不能普发现金 EUA的直播 不过就是仿造美国 因为美国当时 因为他要 他要给这些疫苗的 这些极急授权 他们自己也很怕 也很怕 所以呢 他们就开放给 全世界的这些防疫专家 全世界的专家 大家一起来看 大家一起来审查 它倒不是审查 他们自己有 他们的审查委员 但是呢 他是开放出来 大家一起来听 看相关的数据 攻诸于世的 我们在黑箱什么 因为我刚想到了 有四步嘛 就是不可以不敢 或者是不愿意嘛 他们就是不敢嘛 对不对 也不敢 也不愿意 什么都不要 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1到8点啦 在立法院呢 民进党全面都封杀了 刚才讲到的 要不要买这疫苗 要不要多买疫苗 还有3加11 消失的会议记录 还有呢 刚才议员在讲的 EUA 我们要不要跟人家 一样全程直播 美国人也是这样做啊 这又不是我们 我们第一次看好了台湾 我们第一次要来全程直播 又没有 我们倒是有很多的第一次啦 包括呢 现在高端 这支疫苗 不然被大家质疑说 为了护航高端 我们牺牲了好多哦 你看多离谱我在讲 你看卫福部应该采国际标准 作为EUA标准 也要否决 这样也要打 因为呢 这一点我要来补充一下 EUA的标准呢 就是世卫组织有一套 然后呢 我们台湾自己也有一套 所以呢 我们到底是否如 蔡英文告诉我们的 我们是国际认证 我们是国际标准 还是我们是台湾标准 还是我们是双重标准 我们一向是双标嘛 一向是双标 我刚刚就讲说 你柯建民 我在讲他怎么好意思 还用这件事情来说嘴 他说你们国民党啊 是在同分层自己取暖啦 你们都在走踪啦 你们都在自嗨啦 你不知道民众 对你们是多么的气愤 而你们因为自己 自己在立法院里面 有绝对的多多数 有绝对的掌控 可以把所有大家 所提出来的质疑 包含会议记录 请他公开 他不准 就是你可以黑箱咯 对不对 EUA的这个审查 能够比照美国 也能够全程直播公开 也不准 还有呢 这个国产疫苗完成三星期 也可以公公国 也不准 更离谱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你们的社群中心主任啊 在这个网络上造谣假新闻 他们也不准 也通通不要 你们这样一连串 还好意思说 国民党是百年的走踪 我真的再一次的 告诉柯建民 你们是百年一见的 一个专制无耻 无能的一个政府 一个政党啊 现在柯建民说 国民党错把谩骂当监督 我们监督政府的力量 我们没有谩骂 我们是把事实点出来 你不要不想看了 就说被谩骂 我帮大家回忆一下 前政治有一个 美丽岛电子报 做了一个民调 他问说哪一个政党 会仰网军 会去攻击 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民调的结果做出来 不就是高度的 全国民众认识 就是你民进党自己吗 我觉得刚宏慧姐 把我们大家心声 那讲得淋漓尽致 我真的觉得太痛快了 我不要讲 这一次的纾困预算 是第三次提升预算了 民进党 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 我们在野党 大家都非常重视 全民的防疫 全民的纾困 这一次光是这一次 已经帮你民进党 增加了四千多亿的预算了 你已经拿到了理子 你柯建民还好意思 在脸书发脸书 来说国民党走中 国民党走到的末路 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 在野党这么样的挺政府 来挺我们的人民 挺我们的纾困 还要被你用脸书 来做这样一个消化 来做这样一个侮辱 我就跟宏慧姐提了很多 国家的例子 其他国家施打疫苗的进度 我想问一下民进党政府 你对于目前我们的AZ 出现在这样的状况 你有没有好好的听 专家的建议 我必须要再举个例子 像新加坡来讲 新加坡也发生了非常多的民众 因为打了mRNA的疫苗 出现了过敏的例子 那新加坡政府就非常的务实 他会帮民众准备不同的疫苗 包括大陆的科兴疫苗 为什么 因为大陆的疫苗是用灭活的病毒 我当然知道我们国内的民众 不喜欢打大陆的疫苗 但是我要讲的是 一个很负责任很务实的政府 就是要依照民众不同的需求 提供给民众不同的疫苗 让大家可以来做选择 这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政府 而不是像我们的科总招一样 你都已经拿到了这么多的预算 还来骂在野党 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做了一个民调 我们问民众说呢 请问一下你会觉得 过去的纾困涵盖层面不足 只有照顾到少数的人 有56的民众都表示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执政党你确然依然非常的麻木 大家就是一个感觉嘛 就是因为你的纾困 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的人嘛 我们有个数据喔 现在民营党的这波纾困 他花了62的经费 可是只照顾到了三成的人 这样的一个数据 还不够明显吗 我要提醒的是 刚刚侯伟杰讲的很重要的重点 现在我们大家职业的生态 非常的多元 那个定义已经跟大家想不一样了 你要去规划 有没有劳保有什么东西 这个已经不是你政府 所能够定义的非常清楚 所以会造就很多的纾困的孤儿 我再提一件事情 民营党政府 你列了非常多的纾困的门槛 可是我要问的是 去年的所得税到现在 因为延长到6月 还没有报完 所以你所谓的门槛 是用的是前年的所得 前年是这个2019年的民国108年 108年根本没有什么疫情 你用那个时候的标准来定义说 有没有到达纾困的门槛 那跟现在不就是有非常大的落差吗 2019年还没有很多疫情的冲击 可是到了现在2021年 大家受的冲击非常大 你怎么会拿一个 这个2019年的所得资料 要来评估现在到底有哪些人 可以获得纾困呢 你这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时间的落差吗 你还好意思说 叫做什么样的超前部署 我觉得柯建民这边脸书 总共有2500多个字 我觉得读到后面 也在在的验证了刚一针秀出一张荧幕 其实不就是你民进党在自己在那边搞网军吗 你们的这个社群主任范刚浩在污蔑吗 不就是你们的这个林伟峰在自导自演吗 你还好意思说是在野党来跟你这个挑拨 来跟你抹灰 就是你民进党自己做的不好 大家给你这个监督 大家来这个给你建议 可是你都不听 才会搞到现在大家缺乏疫苗 大家百工百业都为了要纾困的事情 都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纾困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也是好好可以醒一醒 而且我补充一下新华刚才讲的 我觉得其他的账我们都可以 暂时不要跟民进党算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 就是民进党总要讲给我们听一个逻辑 就为什么你觉得台湾的疫苗真的已经够了 为什么民进党觉得台湾不需要再去采多疫苗了 就我们光是现在手上所拿到的疫苗都这么的有限 还不要讲到说现在全世界各国 已经针对变种病毒在研发疫苗了 全世界各国重大的这些疫苗厂 已经在准备出第二代的疫苗了 台湾在这个时刻不应该先下单吗 包含像最近我们看到媒体所报道的Novavax 台湾有没有下单 台湾难道不应该下单吗 如果Novavax是现在国际上评估 对于变种病毒最有效的疫苗 我们就算前面的疫苗都买输了别人 我们后面不要买输总可以吧 你不要告诉我说前面的你买输了 你后面的现在连动都不想动一下 然后台湾就永远要当疫苗乞丐 今天陈时中告诉我们说 莫德纳谁会打得到 有可能往下降 可能第七类的人来打 第七类有谁呢 你一定想说怎么可能会轮到台积电他们呢 我们来看这一点 第七类有谁呢 像是维持国家安全以及社会机能的正常供运者 军人啦 省察啦 宪兵啦 另外呢我们说到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他刚才提到了就是维持国家关键设施必要工作人员 他没有跟你讲这些人是不是啊 我只要把你列进来你就是啊 那这些人会不会是呢 会不会是这一群人就是所谓的第七类里面的关键设施必要工作人员呢 护国神山是否要接下来用莫德纳疫苗 美国爸爸送的给他护起来呢 王洪委员 其实啊从那个台积电出手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意外 而且台积电这次出手 甚至呢在台积电的一些小股东里面还打了问号说 哎奇怪了 怎么你都没有跟股东会报告啊 就完全大家都不知情 所以台积电的出手 就被人家认为这个跟我们要维持 就是护国神山整个国际产业链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尤其这个德国BNT大家都知道 德国呢他的这个经济商务部长曾经还写信给台湾的政府说 希望呢台湾能够供应就是他的这个汽车的晶片 因为那时候全世界在抢汽车晶片 那老实讲我真的觉得 就全世界不管是抢晶片也好啊抢疫苗也好 都是他们的高级政府官员 不是总理级总统级就是部长级的 想尽办法跟其他的政府去接触 但是台湾很奇怪啊 就是说我们其实去像晶片去 在海外去这个采购的 我们的层级是很低的 所以呢我们到现在买了之后呢 也签了一些像可以说是不平的条约 包含供货其成 事实上现在几乎全部的跳票 那刚才大家讲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到货量非常非常低 我刚才算了一下就是以我们现在原来预定要买2000万剂 包含AZ疫苗莫德纳疫苗 现在全部的到货量大概只有5.5% 所以这么低的到货量 但是我们最近出现了一些包含竹科园区 还有这个尤其苗里好几个这个电子厂的整个的移工的全面 就是等于说它的群聚感染 那事实上震惊了整个的国际产业链 那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台积电要叫互国神山 为什么科学延期的很多的这些半导体的这个相关的电子厂上中下游 变成叫做互国神山群 因为这一群的产业电子链的安全 他们事实上某个程度也要保障了台湾的整个的安全战略位置 那所以从台积电的出手到美国现在突然出手 这么大方的给台湾250万剂 那现在大家都说因为莫德纳 尤其现在AZ疫苗 因为很多已经等于说很多人讲说都打完之后 后来都过世的非常多 所以很多人都在等 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到莫德纳 所以现在大家都说 请问一下250万剂 谁来打 谁可以打 谁可以优先打 那刚才主持人点出了一个就说 为什么陈时中特别去谈到第七类 因为我们现在一到三类打完了吗 我们一到三类还没有打完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打完 那而且很多的地方政府 其实包含75岁以上的也都没有打完 但是为什么一下子跳到第七类呢 是不是这些疫苗未来要主要的去提供给足科 还有相关的电子产业园区呢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要讲清楚说明白啊 因为不要忘记台积电讲说 我们去买500万剂的疫苗呢 我们自己不会留 台积电说我不会留 反而是那个永林基金会 鸿海说我可能会 希望留一部分给我的员工打 我觉得这也很合理啊 对不对 因为我花了这么多钱 五十几亿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我留一些给我的员工打 我想大家也都认为合理嘛 合理 可是台积电说不用 好 我员工全 我也不要留给我员工打 全部由政府分配 然后美国也讲同样的话 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但是整个25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最后要怎么分配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求的是公开透明 不要忘记哦 第二类谁打了疫苗 那个特权类 现在外面都在讲 第二类是特权类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防疫的话 你应该震大光明啊 我应该非常非常荣耀的说 因为我在防疫 所以我打疫苗 大家都觉得你应该打疫苗 就像医线的医护人员打了 他是很骄傲的 对我一线我打了疫苗 我打完所以我能保护你 丁丁打完你保护谁 你应该打你一定要打 你现在为什么都躲躲藏藏 不敢把这个名单弄出来 打完疫苗不敢说 对啊你为什么 你到底在躲什么藏什么 你到底在黑箱什么 所以250万计的莫德纳 我特别特别要提醒 假使别说我们今天真的有 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的半导体 晶片的这个电子产业群 我们要做一定的保护 你也透明公开嘛 不要偷偷摸摸 不要再制造一群所谓的特权阶级 我觉得一定要公开透明啊 而且今天陈时中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 考虑第七类如何扩大 另外再把年龄层往下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暗示呢 可是听我们刚刚讲完 其实这个暗示好像还挺有个谱的 不是乱说的 尤其是呢 其实很多专家都说 年轻人不是不用打 年轻人活动力很强 最爱串门子的是谁 最爱 也不是说最爱往外跑 我要工作我能不往外跑吗 我要上班我不往外跑吗 好我们往外跑 就会接触到很多人 做生意的 你要不要往外跑 要啊 做外送的 要不要往外跑 谁是最会接触陌生人群的 这一类 有一派医学专家认为 这一类的人 应该要先打 因为活动力比较强 很多老阿公阿妈可能想说 每天都待在家 我又不会出去 如果你不要来 我就不会危险了 因为大家可能都是好好的 所以现在有两派的说法 还有哦 台湾的疫苗接种顺序 从头到尾就有问题嘛 为什么一开始 我们有疫苗的时候 很多海关医护人员 他们没打造成3加11 造成诺富特的破口 就是因为 第一类又没有轮到他们 他们怎么打 所以呢 现在换过来哦 现在 其实台积电也不用说那么明啦 因为呢 疫苗谁打 陈时中点头就可以打了嘛 我把你列入第几类 第几类 你就可以打了嘛 就像第二类 刚才我们的 我们的宏文议员讲的 高风险的第一线工作 讲错了 抱歉 高风险还是第三类哦 第二类是谁 中央地方的防疫官员 警察救灾的海巡那些的 后来呢 突然间又加了一个 如果 其实昨天就有 传家说 他说如果呢 再 再怎么样 他是讲的很那个 他说再不要远一点啦 那些防灾 那些防疫的会议 你只要厚脸皮 你去参加 你有去参加 因为我要开会啊 他就 你就可以去打疫苗了 所以变成是这样耶 到底 谁能够打这个疫苗呢 莫德纳最后给谁打啦 能不能公开 能不能透明 第七类会是谁呢 新华指定长 我只想讲是 如果连丁怡明都可以打疫苗的话 那还有多少人比他更重要 可是都没有疫苗可以打 我还是必须强调的是 我们现在就是短缺疫苗 刚 鸿卫姐提到 我们现在疫苗到货率只有5点多 可是我再跟大家讲个数字 我刚出门前看了一下 我们现在台湾的疫苗接种率有多少 才4%多 4%出头影 这个是我们世界上最末段般的水准 我们是不仅是所有的 这已开发国家里面最烂的水准 我们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也是最后的水准 我们台湾乘几何时 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重点还是 我们没有疫苗 我想再补充一下 刚刚提到 我关台积电的事情 没有错 台积电的晶片 是世界上非常需要的东西 但是呢 不要忘记 美国今天 给我们疫苗 那我们会不会很担心 将来台积电的 他的订单的布局 他可以做生意的范畴 是不是会更加的受到 美国的牵制 让台积电将来的产业布局 会只能赚某一方的钱 而不能赚另外一方的钱 所以我觉得 这很悲哀 而综合刚刚来宾跟主持人 这个提到 我觉得民进党 真的体现了一个 叫做所谓的 妈宝政治学 或是霸宝政治学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快搞不定了 美国也知道你的政权 已经受到人民的 这样一个怨恨了 同时呢 已经危害到全世界的 晶片供应了 哇 那这时候呢 只要美国跳出来 帮你搞定眼前的烂摊子 所以真的是一个妈宝政治学 所以重点还是 不管怎么样 我们大概还是建议说 第一个 真正有参与防疫的低线人员 应该要提前接受疫苗的施打 年龄比较高的人 因为他的致死率比较高 也应该有权能够 让他的接长顺序 比较高一点 那重要的产业 也应该可以这个 比较优先的这个接受施打 但是重点还是 我们的疫苗真的是不足 如果你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族群的话 你可能被排在第12类 你的疫苗可能还是遥遥无期 这是我们大家的悲哀